大家好,我是疯子 哇,兄弟们,你们知道吗 疯子最近又开始被疯狂的催找工作了 但是呢,并不是我的父母在催 而是广大的网友们在催 我觉得呢,疯子十万粉丝里面 至少有五万兄弟是盯着疯子 就一旦发现疯子不工作了 就开始嘟嘟疯子 赶紧去找就别摆了 我觉得他们也是出于好意 就怕疯子不工作 没有收入就养活不了自己 在这里疯子先谢谢大家 但是疯子还想澄清一点 就是疯子只是不上班 不是没有工作好吧 虽然说疯子很多事情都没有坚持下去 就比如干一个工作就干几个月 然后就 但是你们要知道疯子只需要坚持做视频 这一件事就行了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疯子做视频只是玩玩而已吧 虽然有一定程度上说为爱发电 疯子有自己的分享运嘛 觉得做视频还挺有趣的 但是呢,做视频它还是有一定收入的好吧 它也是一份工作好吗 只是说这份工作不用去写字楼 办公室在那里做班罢了 就比较自由吧 虽然说你们平时看疯子视频 我就是挺摆的一个形象对吧 但偷偷告诉你们疯子是个卷王 在偷偷卷你们好吧 我平时基本上就早上起来做个饭 然后就开始游戏直播播几个小时 就到了下午 然后又开始吃个饭 晚上又继续直播 要不然就是下午不直播就做个视频 所以疯子平时真的挺忙的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闲好吧 因此大家真的不用担心疯子在摆烂 真的不可能的 那疯子平时到底靠什么养活自己呢 首先不可能靠直播哈 如果单身靠直播 疯子早就饿死掉了 直播的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好吧 直播真的是微爱发跌 之前我的收入构成也跟大家聊过嘛 基本上大头还是靠接广告 但接广告这个东西就不固定吧 有的时候一个月接两三个三四个 有的时候一个月接不到 反正疯子只要一个月能接一到两个 生活就还过得去吧 然后上个月的话 疯子不是有个视频 小火了一下吗 就有个几十万的播放量 所以这个月还是接到了一些广子的 而且广子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做好吧 就非常耗费我的脑力 你看我的最近头发都稀疏了不少 就做一个广告需要蛮久时间的 因此这个月就比较忙 真没时间去找工作好吧 那么疯子到底还找不找工作了呢 肯定是找的哈 因为疯子是立志要去一百个城市 要做一百个职业的男人 所以工作肯定是会去找的 然后新城市也肯定会去的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好吧 只不过不在最近罢了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再说 而且最近我不是在体验一个新的东西吗 就是游戏主播 我觉得这也算一百个职业中的一种吧 然后现在已经播了有一个多星期了 有没有兄弟好奇我这一个星期的收益啊 有的话可以扣播一好吧 我们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接下来也会继续的体验一波 就帮大家试一试 因为最近也有满多兄弟问我 就是找不到工作 我也想直播试一下行不行 疯子先给你们试试哈 先看一下到底收益怎么样 能不能养活自己好吧 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吧 就是咱们暂时先不找了 然后最后的罪悟后 希望大家真的别在直播 或者视频评论底下 就再吹疯子去找工作了 然后也别去劝疯子考工考编了 还有一个就是也别催婚了好吧 我过年回家亲戚朋友们在那里催 然后父母在那里催也就算了 我开个直播 你们还给他催我找工作 催我去结婚相亲 我真的服了好吧 真别催了 真的有点窒息好吧 对真的求求了兄弟们 那这期视频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